第一堂课的总结 我们在第一堂课里面常会出现的错误操作 因为我们A1是一个浮动的面板 那在初学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常常会是不小心去拉到其他面板 来导致说整个面板有做了一些移动 会造成我们在制作上的一些混乱 那如果你已经把一些面板 有做到一些挪动或者是移动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面板的右上角那边按一下Reset 来将我们的面板来做还原 另外一个注意事项 我们必须把这些制作的档案 练习用的档案呢 尽量放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 以免说我们在制作的同时会产生一些遗失 这边我们在连接档案上呢 会造成一些困扰 所以务必请大家呢 把这个档案都放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 下一堂课 在第一堂课里面呢 我们对案例的素材架构 还有使用到A1的一些技巧呢 有初步的了解了 在下一堂课 我们就会针对所使用到的特效 功能再来做多一点的讲解 这样能让大家能更明确地 掌握到这些特效的运用 扎我们的马步才能做出更精彩的作品哦 我们就会针对所使用到的特效的运用 我们就会针对所使用到的特效的运用